上世纪50年代,越南爆发了一场世纪之战 而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可谓是丧心病狂 他们为了逼供越南女兵,无所不用其极 针对这些俘虏的越南女兵,美军发明了许多残酷刑罚 比如山羊填脚,马黄洗澡等一系列酷刑 每一种都令他们生不如死 但说到最令越南女兵恐惧的,那一定要数空运催乳剂了 一旦女性被注射了这种化学药剂 那就别提有多痛苦了 甚至成为了他们一生中的噩梦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美军当年对付越南女兵的这些残忍手段吧 越南战场是一个充满鲜血的修罗场 战争爆发初期,越南内部只是爆发了小规模的内战 但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 毅然决然地选择投身战斗,支持南越政权 在美国最初的预想中,对付越南这样的落后小国 结束战争是分分钟的事 但实际情况却令美国万万没想到 越南虽然没有强大的装备和充足的兵力 但他们的坚韧和难缠性却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 越战爆发之前,越南人民刚刚赶走了日本法西斯 固对很多男兵因此牺牲在战场上 这导致越南缘起大伤 此后到了南越和北越内战,乃至美国的参战 越南的兵力都非常吃紧 为此,许多越南女性便勇敢地拿起了武器 至此要和美帝拼个你死我活 有句老话叫做,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群越南女兵在战场上确实非常英勇 他们常常以顽强的意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打得美军团团转 让美军深陷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后,为了扭转战局 美国便开始大力针对越南女兵 被抓的女兵也遭受到了惨绝人寰的言行 为了摧毁越南女兵的意志力 让其说出情报 美国从古代刑罚中吸取了灵感 发明了专门针对女性的效应 通常情况下,美军在活捉越南女兵后 会将她们绑在木制椅子上 双腿双脚都牢牢捆住 之后,美军会在女兵脚底板上 涂抹上山羊爱吃的调料 一般是蜂蜜或者是盐水 紧接着,美军便会牵来一只山羊 让其不断舔势女兵的脚底板 大家都知道 脚底板的皮肤非常敏感 稍微一碰就会搔痒男人 而山羊粗糙的舌头 一下一下地舔过女兵的脚心 会让她们酸痒难耐 大笑不止 笑形看似对人没有伤害 实则会让人非常痛苦 时常会让受刑者喘不上气 据说普通人撑不过30分钟 而越南女兵显然意志力超强 她们往往能承受数小时之久 但最终往往会因为严重的肺缺氧 而窒息身亡 除了山羊被美军拿来当做刑罚之外 美军还有一种对付女兵的残忍手段 那就是水质 越南气候属于热带季风性气候 树林沼泽密布 常年湿润多余 这种条件非常适合水质马黄的气息 美军便依次发明了一种新的刑罚 起初美军会将水质放在女兵伤口处 任其吸食血液 等到水质吸饱后 再将其强行拔出 扔在地上踩烫 暴力的水质将鲜血溅得到处都是 场面十分血腥 但这样的方式 并不能对越南女兵造成什么伤害 越南女兵往往不会说出情报 后来美军又将水质放在女兵的下体处 或者将水质放在水杯里 逼迫她们喝下去 被喝进肚子里的水质会在女兵体内不停的吸食 甚至有些还会在体内浮出小水质 她们到处钻来钻去 最终破肠而出 被这种刑罚折磨过的女兵 往往死相难看 现场更是难以入目 但是以上两种刑罚 跟下面的比起来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以至于成为越南女兵最恐怖的噩梦 为了快速从女俘虏口中得到想要的情报 美军就将最残忍 最残暴的手段施加到他们身上 于是空运催乳剂便诞生了 这种化学制药剂 是美军模拟动物催产仿制出的精神控制的药物 只要注射到女性的身上 就能在未怀孕的情况下 模拟出怀孕状态 两分钟之后 胸部就会迅速膨胀 其欲望也会被激发出来 在半个小时内保持高度的抗生状态 对于这种生化类药剂 早在二战结束后 就被明令禁止使用 一旦超出安全剂量 就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但美军为了达到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1966年 美军曾把空运催乳剂 注射到一名越南俘虏身上 据后来现场的美军回忆 这名越南女俘虏 长相貌美 皮肤白皙 最开始抓住她的时候 美军甚至不敢相信 她是越南女兵 这名女兵当时在掩护 越南主力部队撤退 在此过程中 女兵躲进了一家废弃工厂 后来工厂被美军包围 这名女兵也就此被捕 在最初的审讯中 该女兵宁死不屈 不肯透露半点情报 于是美军便对其注射了 空运催乳剂 一开始美军注射的剂量很小 这名女兵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此后美军便加大了剂量 超出了正常人能承受的范围 这名女兵瞬间被药物折磨得 头疼发热 甚至恍惚 最终这名女兵 因无法承受药物的副作用 而选择了自杀 在20年的越南战争中 被注射过空运催乳剂的女兵 无计其数 这直接导致近50万女性 在战后难以昏派 后来根据调查 这种药剂中 富含强激素药物 一旦被注射 即使能扛过痛苦的阶段 往后也会受到生理上的影响 丧失生育能力 除此之外 有研究表明 曾被注射过这类药物的女性 身怀癌症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而除了当地女性 饱受空运催乳剂的折磨之外 当地婴幼儿 同样被严重影响着 她们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发育早熟 腹中的胎儿也很难保住 即使是生下来 身患畸形的儿童 也不在少数 可想而知 这种药剂的杀伤力有多大 除了空运催乳剂外 美军还曾在越南战场 喷洒过另外一种化学药剂 成剂 1961年到1971年之间 美军驾驶飞机 向越南境内喷洒了 数百万生的成剂 间接导致480万人 受到了损害 乃至残疾 美国军方使用各种除草剂 和落叶剂 每种药剂会根据伤害程度 进行颜色编码 从而摧毁越南的农作物 破坏生产 在十年间 美军在越南 喷洒化学毒剂超过一万多次 共向越南南部 306万公顷的土地上 喷洒了8000万公升的化学毒剂 被喷洒两次以上的面积 达到85% 被喷洒十次以上的面积 占11% 其中一半以上 是破坏性极强的成绩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美国还狡辩 这些药剂不是化学武器 声称 它们只是为了去除植被 以便让敌人无处遁形 然而事实证明 美国喷洒的成绩 在越南当地 发生了一场慢性的灾难 这场灾难 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也是越南战争中 最大的遗留问题 自越南战争结束后 成绩对当地越南人的健康 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药剂分布在越南中部和南部 毒化了当地的土壤 河流 湖泊以及稻田 有毒食物 至此进入了食物链 它们的影响体现在 各种高发的癌症中 或者体现在那些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身上 根据相关统计 越南现在至少有 15万儿童患有先天畸形 数十万的受害者 已经因此身亡 另外还有数百万人 在承受病痛的折磨 成绩还导致了 环境严重污染 越南的生态环境 受到严重影响 森林抗洪能力渐弱 生物多样性退化 部分珍稀动物植被 濒临灭绝 越南南部的 红薯林系统 更是遭到了严重破坏 而这些损害 都是不可逆的 1978年以来 美国士兵 针对生产成绩的公司 孟山都 提起过多次诉讼 但所有涉及的化学公司 都否认了成绩 和退伍军人的医疗问题 1984年 在一次法庭公开的审判中 戏剧性的荫幕发生了 当时 对质双方 竟然在法院外 结清了诉讼 这些公司表示 如果退伍军人 撤销了对他们的索赔 这些公司 愿意支付 1.8亿美元 作为赔偿 此后 到了2004年 孟山都公司的发言人 又表示 孟山都 不会在所有 造成的成绩伤害 或死亡中 承担赔偿责任 他还说 我们是同情人民的 并相信他们 受到了伤害 也深知 他们想找到原因 然而 科学证明 成绩 并不会造成 对健康的严重影响 面对数十万畸形儿童 和数百万的成绩受害者 这样的言论 实在令人震惊 1976年 12月10号 联合国 通过了一项法案 其中禁止 为军事 或者其他敌对目的 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 落叶针 至此被禁止大量使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